接下来有三条MC要和大家谈一谈 先看第一条 它就说下面哪一幅图显示种子萌发头十日子叶的干质量和鲜质量的变化 大家明白了 当一棵种子刚刚萌发的时候 它就只能够问谁拿食物 拿些储存的食物就当然是问子叶 子叶其实它的命运就很悲惨 一开始就被人拆 一路拆拆拆拆拆拆到自己没有食物 跟着枯毁为止 说了它的悲惨命运之后 其实你都明白了 它就是干质量又跌 没有机会升 因为它在拆完之后 其实它就会枯毁没了 所以呢 基本上只剩A和Dock给你选 因为它们都是说干质量 只是被干质量由头跌到尾 反而仙质量那里就有些东西会阴到人了 其实你想想 子叶怎么都是粒种子的一部分 那粒种子在萌发的时候 它就要吸水 吸水大家记得了 考过的了 其实Long Quack有几个功能 第一软化种皮 第二活化些煤 第三就是水解那些储存的食物 这些真的会考的 当然它不会那么好 死三分给你 它会考一分或者两分 但是你想清楚 回到题目上 子叶既然是种子的一部分 那粒种子吸水 那粒子叶也会吸水 所以呢 其实在头几天 那些仙质量 那些仙质量 那些仙质量一定都会升 但是你看A的答案 它的仙质量由低到尾 这些仙质量是没可能的 那你种子都已经是 已经是会吸水的了 那你的子叶也会吸水 没有理由会跌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实一开始会升的 但是升到那么上下呢 那子叶都会负位了 没有了 那所以其实 它的仙质量 随之而下跌了 那所以那答案 就应该是D 好了 跟着第七题呢 就相当多事情 要和各位考生去讲的啦 那第一 下面它就说 显示了某种的细胞分裂 它不说减数还是有C 所以第一件事就要分 看一幅图你要懂得分 它到底是有C还是减数 这些就算不在MC 在LongQuad都会出的 你要分它到底是减数还是有C 第一件事你要看它到底分裂了几次 减数分裂会分裂两次 如果在这幅图里面 这里分裂第一次 这里分裂第二次 它有两次分裂的 其实你已经知道它是减数了 如果它再阴濕一点 就问你除了分裂了两次之外 它还有什么给你看到 它是一个减数分裂呢 很简单 你看到最后分裂完成之后 那个子细胞 就是这里 子细胞的DNA含量 其实是原先 没有细胞的一半 这边就是原先的细胞了 它现在的子细胞只有一半的DNA 就是说它是一个减数分裂 你从这两点就已经知道它是减数分裂了 好了 接着你就看下去了 A的答案 A的答案它说 在P那段期间 DNA的自我复制 除非你真是眼残的 P的位置就在这里 DNA含量就没有变的平的 何来有DNA自我复制 其实在P之前 已经完成了自我复制 所以A的答案不对 B的答案它说 染色体中的姐妹染色体 是染色单体分离 在Q的时间 在这里 就有些东西一定要和大家搞清楚 染色单体和同源染色体 其实很多考生 到考那一刻 都不知道 分不清何谓之同源染色体 尤其是有讲减数分裂 同源染色体并裂 基本上是一个最明显 它和有私分裂之间 那个过程里面 最大的不同 亦都导致后面 产生配置之后 会有遗传变异 都是和这个步骤很有关系 所以很多很多很多次 在公开试里面 都会考到这个中间的过程 好了 先讲一讲 很多人会说到 同源染色体一定是长短 就相弱 形状又相弱 这句说话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 譬如我现在这样画 蓝色和红色 这里你看下去 那个 长度相弱 是吧 形状又相似 如果我当它这样去拼它 拼它叫做 A B C D 这一块叫A 这一块叫B 这一块叫C 这一块叫D 我想问 如果只是讲长度和形状的话 那A和B是否同源呢 我用蓝色去代表 就是说它的DNA 是来自负系那边 而红色我就当是母系那边 那到底A B 是否同源染色体 说长度相弱 形状又相同 那是否呢 其实呢 答案就不是的 因为同源染色体 你要记得两样东西 除了它们的长度和形状 是一样之外呢 还要一条是黎字负系 一条是黎字母系 那你才叫做同源染色体 所以 A和B 这两个 并不是同源染色体 但是哪些是同源染色体呢 如果你看回这里 A和C可以是 B和D可以是 是吧 是吧 当然啦 B和C都可以是同源染色体 另外 A和D都可以是同源染色体 OK 那好了 至于什么叫做 姊妹染色单体呢 姊妹染色单体呢 就是 它们一齐 可能都是属于负系 或者一齐都是属于母系的 比如 AB就是姊妹 CD就是姊妹 那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减数分裂的时候 同源染色体并列 和同源染色体分裂 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深水清的同学 应该就会记得 在第一次的前期 第一次的前期 是出现同源染色体并列 和同源染色体分裂的 OK 前期和中期 就是发生这两个步骤 就是发生这两个步骤的情况 好了 但是呢 你再看一看Q Q那里呢 其实它就是第一次的分裂 先会将姐妹染色体分裂 那就是不是第一次分裂的时候 发生的姐妹染色体分裂 所以呢 B又错了 OK 好了 再看下去 C part 就是C的答案 它说 R的时候 就是同源染色体中的非姐妹染色单体 可能会互相交换 即是交叉 交换遗传物质 跟着呢 就交换遗传物质 其实呢 你想清楚 当你去到R的时候 你的同源染色体已经分开了 分开了 分到两个细胞那么远 即是两个细胞 即是两个细胞 即是在两个细胞里面 哪有可能还会出现交叉呢 是吧 怎会出现交换遗传物质呢 所以C呢 又错 好了 看D了 细胞质分裂 在S的时候细胞质分裂 分成四个遗传上不同的子细胞 那这个就真是答案 因为你想想 去到S的时候 已经分裂了第二次了 那你想想 就唯有只能够做这个细胞质分裂 因为染色体都已经分好了 那就细胞质分裂 所以答案就是Doc 这一条题目 最重要就是跟你搞清楚 什么叫同源色体 什么叫姐妹染色单体 你搞清楚这件事 其实你就不会再 即是不会再在这些题目里面糾纏 不会担心到底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想错东西了 好 跟着 延续下去第八条 第八条呢 其实就正正是讲这个 染色体专形交叉 跟着就 互换 是不是 那这里大家很清楚 X和Y 大家一个来自负是一个来自母系 大家都是长短一样 形状一样 所以X和Y就是同源染色体 OK 那 接着看下去了 它说下列那项的描述是正确的 P和Q是一对同源染色体 当然 P 来自负是Q来自母系 大家长短一样 形状一样 所以它们是同源 看这个没有问题 好了 跟着 X和Y 是姐妹染色单体 那你其实如果有听到刚才 第七条呢 你就会知道 没关系 Y 跟哪个是姐妹染色单体呢 如果我这一条叫做A的话 这一条叫做B的话 Y当然跟A是姐妹染色单体 即是姐妹染色体 X和B当然是姐妹染色体 是不是 但是X和Y就不是了 是同源 好了 交叉这个过程 在前期一或者前期二发生 好了 前期一 就会有同源染色 即是同源染色体 就还没分开 那时候呢 才有机会搭在一起 出现交叉 但是你想想 在前期二的时候 前期二 因为同源染色体 已经分开了 那时候 其实你就只剩下 一些姐妹染色单体 可以分的 所以呢 这个交叉的过程 就绝对不是在前期二发生的 因为这些同源色体 已经在前期一的时候 已经分 即是在第一次的 细胞分离的时候 已经分开了 所以他们没有机会搭在一起 所以二和三都错的 只有一的 OK 那就讲到这里